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惊悚悬疑小说《风水鬼诗》 作者 冷残河 演播 丸子 第158集 龙哥憋了一口气 一手提着头目剑 一手从酒葫芦里夹出了一张镇尸符 猛的一用力就将棺材平平地推开 我拿着手机抄棺材里一照 映入眼帘的是一具穿着白衣白裤的女尸 我再定睛一看 就看到那女尸面容较好 肤色雪白 正是昨晚被我们打伤的明妃刘南 我大喝一声道 是明妃御师 快震了她 龙哥毫不迟疑地 踢伏就点向了明妃的额头 我心里顿时明了 我们一直猜测沈昭明会把明妃御师藏在哪里 千算万算 怎么也想不到 御师会藏在一个杀人犯废弃的房子里 我想起小豆芽在电话里吞吞吐吐的样子 看来邓鸿昌这一丝 早就知道他房子里有具棺材 却听之认之 想必他也是知道真相的人 我一阵毛骨悚人 原来我爷爷的丐帮里不只是李达氏奸行 连看起来像废人一样的邓鸿昌 也是沈昭明的人 这沈昭明的势力果然是无孔不入 从任何一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人身上 下手 转而为自己人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冲龙哥道 不对 越来越不对了 明妃御师既然在邓鸿昌的家里养尸 他们就是自己人 明妃怎么会吸邓鸿昌的惊魄呢 这就非常不合理了 龙哥挠着头 把明妃御师看了又看 满脸淫荡的样子 看他脸色呀 我明白 他一定是想起昨晚 明妃刘南跟邓鸿昌 在仓库里交配的情景了 龙哥叹气道 哎哟 真他妈漂亮啊 可惜了 是具尸体 哎哟 以后我老婆 要是有她十分之一的漂亮 我他妈也算不白活了 嘿嘿嘿 我白了龙哥一眼 龙哥这才正色道 你这样想 方向就错了 你得想想 昨晚的仓库和邓鸿昌的房子 是什么地方 滴血棺材非常诡异厉害 不是摆在哪里都能成的 这滴血棺材 摆在邓家老屋里 这明妃御师 又和邓鸿昌在仓库里苟合 都是有原因的 我掏出风水罗盘 回忆起仓库的方向 在罗盘上定位推盘 又推排出邓家老屋的方位 突然心里一动 打开窗户看向外面 就看到一轮残月挂在天际线上 在乌云中若隐若现 这轮月亮跟昨晚的月亮何其相似 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龙哥点头道 小子 你果然天赋独特 我知道这两个地方有问题 从滴血棺材上推出来的 滴血棺材要能成的条件非常复杂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基因之地 也就是传说中的六合之地 配紫音相交方能成局 你单凭一枚罗盘 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就推演出各种秘密所在 的确是厉害 我被龙哥夸得不好意思 就看他的镇尸符还夹在手里 并没有点出去 便冲他道 你磨磨蹭蹭地干什么 快认住他 以防时间久了有诈 我这么一催啊 龙哥反倒停住了 我不惊一待 就看到他眼睛落在棺材下 我定睛一看 只见棺材底下 竟然在咕咕咕地冒着血 那鲜血不停地从棺材缝隙中渗透出来 不到片刻功夫 就打湿了地板 形成了一片血泊 龙哥道 低血棺材的传说 看来果然不假 这六合之地配紫音相交 怕也是真的了 既然如此 邓红昌跟明飞玉师 在仓库里交合 也就好解释了 明飞玉师 并不是在吸邓红昌的惊破 他是在炼尸 我心里一沉 激动的 你是说 邓红昌也死了 龙哥摇头道 不 我是秦龙道门传人 最在行的就是镇尸 是人是尸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邓红昌他是活人 只不过 他同时又是炼尸之人 我起初没想到这种可能 认为这号人 不过是个欺软怕硬的恶霸 不过 建了这幕局 我就懂了 他在仓库里 是拿本身的原羊 来练明飞玉师 而在他自己家里 他是拿他邓家的 洋宅精气 来练玉师 试着想想 无巧不巧 他家老屋 就压在六合之地 配紫音香蕉的位置上 要选中这块位置 本人不懂阴阳术术 鬼都不信 所以 这邓红昌 一定是个有来头的人 那片废弃仓库 也不简单 咱们让郭警官仔细查查 仓库的业主是谁 说不定能找到联系 龙哥越说 我心里越明白 同时也是一阵的吃惊 想到这种废物一样的男人 背后竟然暗含玄机 我差点还真小瞧他了 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 棺材里露出来的鲜血 已经蔓延出大老远了 那缝隙里流出来的鲜血 孤孤的犹如暗泉 看着极为吓人 光这血量 就远不是一两个活人能放出来 滴血棺材果然玄妙无穷 龙哥把我拉到边上 说道 这个时候是滴血棺材最恶的时候 他有了邪性 此时不能证明非御师 咱们等等 说着 我俩退到卧室了 关上房门 不让血渗透进来 龙哥就在卧室里乱转 他突然在墙角 发现了一只木头箱子 打开一看 里面都是 袍子 磨斗 皮齿 凿子 羊角锤 饺子 等木匠用的工具 龙哥不由的一呆 吓得脸都白了 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见龙哥脸色不对 再看着满箱子的木匠工具 就明白了 他怀疑造滴血棺材的人 就是邓洪昌 据说滴血棺材 不是一般人能造出来的 他要求非常严格 不止要记忆精湛 还要精通阴阳术术 五行生克之法 等等等等 这一推测呀 我很难接受 邓洪昌这人给我的印象 一直就是个废物 欺软怕硬 善于占一切 他能占的便宜 即使做了要饭的 也会欺负比他弱小的小要饭的 巴结有权势的丐帮中人 这人品十分恶劣 让人觉得恶心 可是事实摆在眼前 要说他没问题 我自己都能说服自己 龙哥甚至还在木头箱子里 翻出了一支描金笔 和若干和朱砂 龙哥将这些东西 一一摆在眼前 若道 嗯 没错了 这些工具啊 就是造低血棺材的东西 邓洪昌肯定有问题 低血棺材 养出来的湿煞非常可怕 据说 比我听过的任何一种煞 都要可怕 在盗门说法里 这种煞叫煞王 能镇住百煞 威力无比 十分厉害 龙哥说的煞有戒失 脸色一直阴沉 不像是他平时吹牛的样子 我心知他话说的不假 明飞玉石 没进低血棺材之前 就已经厉害得很 我和龙哥联手 才勉强能伤到他 如果他练成了百煞之王 我们在他面前 哪还有命在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风水鬼师》 作者冷残河 波音丸子 低血棺材里 涌出来的鲜血 已经顺着门风 一点点的渗了进来 整个房间里 都是刺鼻的血腥味 龙哥把木匠箱子里的工具 一一收拾好 又在屋子里找着什么东西 我问他 他就说 我记得咱们在楼下 看见屋子里亮了灯 你看灵堂前的香还没泄 我怀疑屋子里有人 说不定邓洪昌 就藏在某个角落 龙哥的说法 我早就想过 一进屋子 目光就四处搜索 可找来找去 这不大的屋子里 空荡荡的 满地灰尘 根本就没人来过的痕迹 所以我心里有两个猜测 一个是屋子里的人 在我们上楼之前 就已经通过别的途径走了 第二个则是 这屋子里的东西 并不是人 而是别的什么东西 我特意给自己开了天眼 没发现屋子里有脏东西 我还不死心 又给自己开了胎眼 依旧看不到阴邪之物 我看到龙哥脸上 已经有极端恐惧的表情 便猜测说 难道 玉石在作祟不成 龙哥并没有接我的话茬 他蹚过血迹 把房门拉开一条窄窄的缝隙 客厅的灯光露了进来 我一吃惊 跟龙哥对望一眼 我们清楚的记得 进了房子后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都没有开灯 一直用手机在照明 整个房子里 就只有我和龙哥两人 客厅里的灯 怎么会自己亮了呢 我的天眼时效还没过 我抬眼朝外面一望 就看到雪白的日光灯光 落在客厅每一处 到处都是惨白惨白的 灵堂香炉里的香 已经燃到了根部 很快就会熄灭 滴血棺材的光盖 依旧半开着 整个客厅 除了惨白诡异的灯光 跟我们进来之前的状况 没有丝毫去别 我对龙哥说 我看就是御师在作怪 不如咱们 趁御师还没醒过来 先镇住他 也免得等他醒过来 又是一场麻烦 龙哥却盯着 日光灯的灯管子 发了发呆 说道 兄弟 你知道为什么滴血棺材 滴血的时候 我让你回避吗 说实话 在此之前 我还真没听过 世上有滴血棺材 这一说法 对滴血棺材 也没有任何的了解 我茫然的摇了摇头 龙哥说 滴血棺材 只会在特定地方出现 比如六河之地 紫阴香焦的时辰 若在此时 又赶上棺材里 有血渗处 则说明 这滴血棺材 正在取鹰化煞 不相干的人 撞见了 毕生事短 轻则丧命 重则化为尸杀 家宅难安 在古代 常有旅人深夜赶路 或在田野间 或在荒僻无人的地方 撞见这种滴血棺材 这董恒的人 立刻转身就走 绝不多看一眼 这招惹是非的一眼 说不定 就会命丧当场 龙哥说得吓人 我看了看时间 已经过了凌晨一点多了 却还没过两点 现在依旧是紫时 龙哥为什么要主动 推开门来看呢 我狐疑地望着龙哥 龙哥道 已经晚了 我们招了滴血棺材的道了 你看这棺材里的血 咱走到哪 他就留到哪 无穷无尽 绵绵不息 这滴血棺材 已经找上咱们了 我心里一沉呢 听龙哥说 这鸣飞玉尸 还在炼煞阶段 只有在特定时间 才会起来活动 其他时间 他就是去老师 只能躺在棺材里养气 咱们今天 冲撞了滴血棺材 怕是浴尸要出问题 今晚这房子里 出任何问题 都是完全正常的 我一愣 冲龙哥道 这里既然这么危险 咱们跑啊 还待在这儿做什么 龙哥瞪了我一眼 说道 跑 说起来容易 你想让滴血棺材的咒 一直跟着我们吗 我们唯一的机会 只有破了这滴血棺材的局 否则 我们没有出路 龙哥说得严肃认真 我见这屋子里 莫名有股怪异的气氛 再加上龙哥说得这么可怕 我不由地将心悬了起来 目光落在滴血棺材上 棺材里的血 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一路四散 蔓延而去 渗透进厨房 卫生间 卧室 这时候 我就看到棺材里 响起一声闷响 我吃了一惊 就打算过去看看 所谓一不做二不休 到了这种程度 只有来硬的了 实在不行 先镇住名飞御师再说 棺材里 一声闷响后 紧跟着棺材盖 抖了两头 像是里面躺的御师 想爬出来 龙哥说呀 现在正是御师 练煞煞王的时候 他躺在滴血棺材里 我们就这么看上去 他就与死尸无疑 不会活动 却又说 我们冲撞了滴血棺材 尽管发生什么事都不奇怪 棺材盖抖动的时候 我紧握螺盘 就看到龙哥手指朝九葫芦里一摊 手里多了一枚符纸 这时候 客厅里的灯突然黑了下去 庞大的黑暗 顿时将我们团团笼罩住 我就觉着 一股阴森森的气息扑面而来 龙哥急忙关上房门 这门关到一半 门外却好似有什么东西顶着了 怎么都关不严实 龙哥把桃木剑一丢 拿肩膀去顶 我见识不好 也扑过去顶着 我们两个半大小伙子的力气 也是不容小觑的 没想到门外的东西竟然顶着门 跟我们相识不下 我们这边甚至出现了烈士 我憋了一口气 使劲把房门朝前推了推 问龙哥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外面有住门进来的 难道是名非御师不成 龙哥顶得气喘吁吁的道 你别问这么多了 我对地界棺材也是一知半解 我师父闲了无事 跟我扯淡提过 我自己都是一知半解 怎么跟你说的明白的 我就告诉你 今晚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闹不好 咱俩 一个秦龙道门传人 一个风水天下第一宗派阳门的传人 两个后辈就挂这了 门外的阴气 物质席卷进来 冷嗖嗖的 冻得人直打哆嗦 比冰天雪地还冷 我俩使出吃奶的力气 依旧不能把门给关闭回去 门外发出 咔嚓 咔嚓的声 又传来 咚咚咚的撞击声 动静非常大 以我对明飞玉师的了解 就算她逝去百年老师 也不至于这样 我正奇怪呢 那扇木门突然咔嚓一声 竟然连着门轴倒了下来 龙哥拉着我滚到房间 木门在我们身边轰然倒下 正值紧要的时候 我拿起手机迎面一照 就看到一个庞大的黑影 消失在客厅里 我和龙哥对望了一眼 都呆住了 不知道那影子 到底是什么东西 各位听友 风水鬼之 作者冷残壳 波音丸子 更多精彩有声书 感谢观看